今日的長篇武俠小說 《書劍恩十六》即將播出 由鄭達國隆 昨日說到 陳家樂對乾隆皇帝說 當年前王以三千鐵路強射海潮 海潮何曾有絲毫降低 可見自然之勢 人是扭轉不來的 騎龍提他這樣說 似乎有些涉及到 在西湖中談過的話題 知道陳家樂絕對不肯到朝廷做官 唯有說 人各有志 我都不能勉強你 不過我想勸你一句 請教 你們紅花會的行徑 已經有半夜的跡象 過往的一切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過 以後就絕對不能夠再做一些無法無天的事 陳家樂聽這樣說 小小小說 我們為國為民 所作所為 但求對得住良心 秦龍聽這樣說 秦龍聽這樣說 唉可惜 好 好 秦龍嘻嘻大笑說 在皇帝面前 吃低少少你都不肯 好 大丈夫一言寄出 事萬難追 這樣 我們兩個激掌為世 日後 給錢互不相害 怎麼樣 好 講完 兩個人伸手互相拍了三下 旁邊的市衛見到皇上對陳家樂這種大言不道的言論 居然無所謂 反而和他的敵掌立世 嘻 感到這個世道真是變了 有些事是無法理解的 拍完掌之後 田跟我說 那些潮水這樣衝刹化 海棠如果不加固收足 百姓的農田墳墓 就會被潮水捲去 我這次回去 一定派人撥款 落令大谷海棠二戶生靈 陳家樂一聽 馬上站起來 恭恭敬敬敬地說 啊 這個是外民大業 江南百姓 不知道如何感激你才對 田龍聽了 他不說話 寧鑽有公義國家 我更加不忍心他的墳墓被潮水鎖吞 港元令轉身 響著白鎮就吩咐了 明天就傳與河道總督高進 巡虎莊有公 立刻派人到海陵來全力施工 啪 白鎮就躬身搭應 這陣 潮水又平靜回來 潮龍拉著陳家樂的手 走去堂邊 那些侍衛想跟過來 潮龍揮一揮手 叫他們站著 兩個人沿著海棠走幾十步 潮龍說 我看見你神色總是有什麼心事 除了追師父母懷念良友之外 你心中還有什麼圍欄之處呢 你不願做官 但有什麼需求你儘管跟我說呢 陳家樂想了一會兒說 我想求你一件事 就怕你未必肯答應 哦? 只要你開口 我一定答應 是嗎? 這樣就最好不過了 君無棄然 請說 我有一個要求 求你放了個傑義哥哥文太樂 潮龍聽這樣說 心裡一疾 他怎麼想不到陳家樂會提這一種要求 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才好 陳家樂見他不出聲就說 我這個義兄到底哪個地方得罪你呢? 潮龍就說 這個人肯定不能夠放 唉 不過 我既然答應了你 也絕不失言 那我不殺他就是了 陳家樂還說 這樣 我們唯有動手來救他 我現在求你釋放 不是告訴你我們沒有本事救他 只是不想動刀動槍傷了你我的和氣 其不論 其不論昨天見過紅花會人馬的聲威本事 知道陳家樂這樣說 也不是誇口 就唯有說 你的好意我心靈 我不怕老實跟你說 這個人我絕對不會放過 你如果一定要救 你只是逼我三日之後 我殺了他 陳家樂一聽 即時火火 他就說 如果你殺了文四哥 就怕從此之後 你睡不安心 認識沒有味道 秦龍聽完冷冷笑 如果我不殺他 我才真的認識沒有味道 睡不安磨 陳家樂就說 聽你這樣說 你貴為至尊 還不及我這個閒雲野殼快活逍遙 啊? 秦龍就不想陳家樂再提文太女這件事 他換個話題就問 你今年多大 哦 我今年二十五歲 啊 秦龍嘆口氣說 我不羨慕你閒雲野汗 只要我羨慕你青春年少 唉 一個人 任你再億都好 百年之後 終歸化作和土一堆 兩個又漫步了一會兒 秦龍又問 你有幾多位夫人啊? 還未等陳家樂回答 他就自己在身上解了一塊沛玉 這塊沛玉 也算是稀世之真 如果你不嫌棄 就去贈給你夫人 陳家樂笑一下母接就說 我都未娶妻 是嗎? 看不出 啊 你真是眼角太高 所以至今未有義中之人 這樣啦 這塊捕玉 你先留下 將來贈給你的義中人 就作為定情之物 嗯? 那這塊玉呢 皇帝帶在身上都不是一般 玉色精靈 在月光下發出淡淡的油光 陳家樂多謝之後 就接過來 誰知道他手一碰到那塊玉 就覺得他手心很暖 原來這是一塊非常之珍貴的暖玉 玉上面以金絲陷著四行細細的文字 我讀給你聽 情深不愁 強極則玉 謙謙君子 溫潤如玉 騎龍記得陳家樂看了一會 就笑著說 哈哈哈哈 如果我不是體財 你是胸襟豁達之人 也不會送給你這塊玉 更不會叫你贈給義中人 這四句美文雖然好像有點不吉利 其實中間含有一定的道理 陳家樂聽過這麼說 再看看那四行字 低聲地淫到前面那兩句 情深不愁 強極則玉 啊 這兩句話 陳家樂體會其中的含意 他只覺得天地悠悠 世間不如意的事情 忽然間一齊湧上心頭 忍不住悲從中內 真是想放聲大哭 陳家樂說 少年愛慮 情深愛極 每遭鬼神之忌 所以才子佳人 多數都沒有美滿下場 還不如倉夫俗子 還能夠白頭鞋佬 情不可及 剛則義折 啊 宣言這些說話 的確是合乎萬物之情 啊 陳家樂就不願意再聽他說下去 將個溫慾狂的手裏就說 多謝口證 我們後會有期 拱手就擺別 乾隆右手一擺就說 好自珍重啦 陳家樂轉身就想走 白鎮這陣走到陳家樂面前說 正說城門閣下 救我一命 十分感激 不過 只怕此因不容易報答 陳家樂笑著說 哈哈 白老前輩說什麼 我們是武林同步 朋友的事 出一把力何足掛錢 再見 說完之後 陳家樂就回到國路府中了 他找回瑞芳阿姑 就說 我哥 現在一定在新院裡很忙 我等一會再去找他 對了瑞芳 你有沒有什麼事情要我做 你儘管跟我說 我一定跟你做到 瑞芳她說 唉 我的心願 只是求你平平安安 將來娶回好老婆 多生貴子 哈哈哈哈 這樣啊 這樣就怕難一點 對了 瑞芳 阿晨華 阿晨華 與詩這兩個人呢 你叫她來 我想見一下她兩個 那這個晨華和與詩呢 是陳家樂小時候 專門服侍她的兩個妹仔 瑞芳聽說 提到她兩個 就說 唉 於是呢 在前面就過世了 阿晨華還在處 你等等一下 我去叫她來 瑞芳出去了一陣 晨華已經跑上樓 陳家樂一見到晨華 咦 她停停欲立 已經是個很漂亮的大姑娘了 小時候的樣子 還若莫認得出一些 她見到陳家樂 臉都紅了 叫了聲 三官 那雙眼就紅了 陳家樂就說 喔 這麼大的女兒 對了 於是怎麼死的 程華一提到於是 就很淒然地說 她 她跳海死的 什麼 她為什麼跳海死 程華四圍望了一下 低聲說 二老爺 要娶她做妾侍 她不肯 喔 又這樣死 是 我們姐妹的事 沒有必要瞞你 於是和府裡的家人 盡忠很好 他們兩個拼命賺錢 盡忠呢 一天 就想把雨師的身價 硬儲舊 再求太太答應 她贖身 然後 就和她結婚了 怎知二老爺看對了她 有一天 她喝醉了酒 把雨師叫進房 第二天 雨師就 哭著和我說 說她對不起盡忠 我當時勸她算 我們做蟹人的妙虎 人家組織了 有什麼辦法 但是 怎知道雨師 一時想不開 晚上就偷偷跳到海了 可憐盡忠 抱著她的屍身 哭了一場 然後 跟著 跟著 就在府門前的石屍子上面 一頭就死了 陳家樂 原來的悲痛萬分 她就說 想不到我 過了這麼一個衰人 我本來這次就見她一面 盡了手足之情 看你現在沒有這麼必要了 是的 雨師的墳在哪裏 你帶我去看看她 哦 就在 孫德門邊 這樣 等天亮之後 我再帶你去 不行 我現在就要去 這陣府門都還未開 你怎麼出得去 陳家樂微微笑 她說 不怕 你不要動 說完忽然間 用左手 抱著她的腰 失驚無神的情聞 臭到臉都紅了 都還未等她說話 咦 她覺得自己的身 好像藤文鑑目 在窗路飛了出去 閃了眼 自己站在牙背上面 陳家樂帶著她 在牙頂上面 跑了一會 才跳不去地上走 好了 兩個一陣子 就到了孫德門邊 晴華隔了很久 才定到陸神 她很出奇地說 哎呀 哎呀 三觀 你都學會了仙法嗎 呵呵呵 不是仙法 你怕不怕 晴華不出聲 然後就把陳家樂 帶到禦師的墳邊 陳家樂來到面前 看見眼前一枝黃土 埋香染肉 她想起小時候 和禦師的情意 現在只是面對一堆黃土 不禁淒言 在墳前深深作過殺魔入 陳家樂旁邊又哭了 三觀 如果你在家 二老爺都不敢這樣做 陳家樂樂入口 她在我高頭 見到凌月西沉 滿天星斗 她就說 天都差不多亮了 我們回去吧 我還有些重要事 要回到杭州 好了 兩個人再回到陳府 之後 陳家樂說想爬山出去 晴華再說 三觀 你走著 我 我求你一件事 好 你說 嗯 讓我再服侍多你一次 我跟你梳我的頭 你看你的頭多辣 陳家樂微微一笑 好 然後就坐下 晴華笑微微出去 走出去 隔了一會 捧了一個銀盆進來 盆當中有兩隻細池碗 一碗就裝著桂花白木耳白合湯 另一碗就四片糯米陷在唐年藕 就放在他面前 陳家樂一見 又有很多感觸 他離家十年 都在身處大莫窮荒之中 好像這樣江南富貴之家這種滋味 今天重新嘗試 仿如甲勢 他和他的銀匙羹 剁了一口湯飲 晴華的時候 已經把他的鞭打開了 塗了頭油 用把梳輕輕的梳下梳下 陳家樂 是一張唐年藕當中的糯米粒 一粒一粒用筷子頂出來 他自己吃一粒 他的手向後 在晴華的嘴裡塞一粒 這個小時候周時都是這樣 晴華笑著說 哎呀三官 你還有這樣的脾氣 一點都沒有改的 好了 不斷吃下梳下 那條鞭斬眼便繞好 陳家樂的甜心也都吃完了 晴華又說 三官 你為什麼長衫都不穿 冬親那怎麼辦 你看 陳家樂心裡就好笑了 哈 真的 你以為我還是十年前 那個藥筆禁風的公子戈兒嗎 不穿衣服便會凍傷 阿典的情話心痛 進去拿了一件天藍色的胡宙長衫 就說 這個是二老爺的 可能未大了一點 你不斷衣著 講完 就幫陳家樂中的長衫套上身 又彎腰 把長衫的扭 一粒一粒扣好 陳家樂見他扣扭的時候 那隻眼淚 一滴滴滴滴了三腳 他覺得很辛酸 他掩摩的身 把自己身邊的幾頂金 就拿了出來 放在情話的手裡 就說 你拿回去給你爸爸 叫他把你熟回去 日後 加回好人家 我去 你多點保重 講完兩隻腳一彈 在窗口就彈了出去 出來門口之後 陳家樂作不再想那些油情哀思 他拍馬就回到杭州 他來到馬善分家的時候 看到大家正在圍著石霜 正在談論 石霜看到陳家樂回來 立刻就過來行禮 他說 我在北京探知皇帝來的江南 所以就連日連夜趕回來 誰知眾偉哥哥 自己跟皇帝見過面 還動過手 陳家樂說 十二哥這次就辛苦了 你還有沒有聽到其他消息嗎 沒有 我一聽到皇帝南下 知道是大使 就沒有再猜得探聽其他消息了 陳家樂看真的 他的樣子十分憔悴 人都瘦了 唉 心想他這幾天 日夜趕路一定沒有睡過 一頓好覺 於是他就說 十二哥 你看你的眼睛都紅了 這樣吧 你先睡覺 睡醒覺 我們慢慢再談 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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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聲英這次北京一堂 除了探聽到皇帝已經南下之後 在回來的路上 他還撞到一件事 今天就不夠時間說了 究竟後事如何 明天同樣時間再聽 半點保持